竹北市县制二三期跟高铁区蓬勃发展 设计人口急速增加之下 为了解决学童就读的问题 同时也疏解社区停车位不足 新竹县政府规划加荒国小校舍 跟地下停车厂兴建工程 第一期校舍预计在111年的8月份 就可以竣工启用 那加荒国小是为了我们竹北市的人口不断的成长 我们特别来兴建加荒国小 与因应人口成长所需要的一个校舍工程 那我们新竹县竹北市 我们也有学区的发分 在明年要生效 所以我们今天兴建加荒国小跟胜利国中 就是要因应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趋势 那加荒国小总共有60间的教室 以及我们的行政大楼 跟地下停车厂 地下停车厂我们除了供给给我们的学校来使用之外 也让我们的周边社区 可以来使用这样的一个停车厂 总共有166个停车位 整个的供期分两期 第一期是预定在明年8月以前完工 让我们的国小一年级可以新生可以入学 那第二期的工程是预定在112年底以前完成 加荒国小第一期校舍规划招收10个班级 总共290名一年级的新生 二期工程则预计在112年的12月份 会完成所有的工程进度 渴望舒缓学区就学的压力 开播新竹井淑琪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